透明腸粉包叉燒 捲著一塊又一塊 現真可口沾特製醬料 傳承香港旺角好味道 台灣賣場也買得到 沒想到有人買到過期品 因為這個太離譜了 他是香港上班族來台七年多 祝新北中和 想念家鄉的滋味 過賣場買冷凍叉燒腸粉 指控買來第八天 拆開微波發現過期 還不止一兩天 是快三個月 剛好有就試試看 沒想到買完 本來今天想說當成早餐 大概五月二十八號 我還想說是不是那種 製造日期 獨家拍到過期長粉 有效期限是今年五月二十八號到期 盒子被面列保存期限一年 回推製造日期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八 現在已經八月中下旬 民眾質疑難道賣場三個月 都在睡覺嗎 我們現在看過一遍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今天跟我說 他說他好可笑 我就說不行啦 你還是要再檢查一遍 客服務以為包裝上市 製造日期 後來意識事情大條啊 九天後回收退費 為何長粉過期沒有下架 可能原因曝光 賣場五月翻修 七月恢復營運 是否沒有盤點過期商品 其實SOP應該沒有做好啦 那這種商品在下架 在上來 他們的員工沒有檢查 是很不能接受 賣場表示得內部細茶釐清 衛生局接貨通報稽查 若確實販賣過期品 按照食安法罰六萬到兩億 畢竟腸粉蒜米製品 讓人聯想到保齡茶室案 吃下肚後果不堪設想 食安不容開玩笑 千辛萬零空看 許芳採訪報導